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美国大选相关的话题 其实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除了选总统副总统之外 我们还要选国会议员 还要选州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但是有一件事情更值得我们投票 就是我们加州的公投案 生活在加州时间久了 你应该知道过去我们加州通过了很多公投案 这些公投案每一次推出公投案的政党或者政治人物 都告诉我们说这些公投案是为了你们好 公投案通过之后你们将会获得很大的利益 但是每一次公投案都对我们造成重大的伤害 比如说错名昭著的47、57号这两个提案 说是把一些轻罪的囚犯放出来 可以让我们在加州公共福利上 在医疗在教育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 那么据说每年有两亿 现在这两亿在哪里没有人看得见 但是满街的犯罪不断的增加 到处都是杂伯利 到处都是道歉 这是我们在加州目前看到的一个生活状况 好了 现在大选年又来了 又有很多公投案 今年的公投案十分特别 涉及到很多方面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来宾跟大家聊聊 这次的加州的公投案 有哪些公投案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位是我们南加州著名的律师 也是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 邓律师 邓红律师 欢迎你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会计师 也是哈佛智库的创办人 何美媚 美媚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请两位来 我们把选总统的话题放一下 我们来看看我们加州的公投案 这次加州的公投案 在加州的影响可能比选总统还要大 很多族裔的人都站出来 抗议公投案当中的一些提案 那么这些提案到底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就依顺序来看一下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15号公投案可能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物业 涉及到地产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 除了很多是优秀的专业人士之外 我们在投资方面 我们还喜欢投资些房地产 因为我们生活在亚洲 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 还是台湾 投资房地产都有不错的回报 那么来美国 我们还依然延续了这种投资的习惯 但是现在这个公投案 似乎对我们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妹妹给我们解释一下 15号公投案 到底它通过之后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不过我可以先解释一下吗 我觉得对我们华人社区 伤害最大的是16号提案 因为15号提案的话 我为什么不这样讲 因为15号提案有主流出来 主打这一岛反对的战争 那他们筹集了至少是8500万的资金 来打这一场战争 那16号提案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最重要的朋友 就是企业的联盟 他们是把钱放到15号提案里面去了 因为这个对他们的伤害 是最直接最大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16号提案要打这场战争的话 基本上只能靠我们自己华人 妹妹我知道 这个15号提案跟16号提案 都对我们有影响 16号是话题争议最大的 我们今天从顺序开始 好 可以 我是要lead to那个15号提案 那这个15号提案 对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为什么主流会 对于这个提案的关注这么大 是因为它是会伤害所有的企业 那企业里面包括中小型的企业 中小型企业在加州占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提案如果通过的话 会对我们的企业家庭造成伤害呢 因为我们很多中小型企业 我们使用的办公室或是厂房的话 很多都是租用来的 签约的时候 我们签的是triple net的这个这个历史 triple net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维修保险 以及地产税方面呢 会转嫁到最后的终端使用者 那就是中小型企业 他们租用的厂房 租用的办公室 如果说这个这个物业税 分拆物业税的这个15号提案通过的话呢 那在这个commercial就是商用 以及Industrial Use工业用地的话呢 工业用的厂房的话呢 会相对的地产税会提高了以后呢 这个Landlord就是业主呢 他会把这些增加的成本转嫁到 这个最终端使用者 就是租户中小型企业的身上 OK 那当然呢 那对方会提出来说 其实这个中小型的企业 他们有保护层 可是当你看他 那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这个 definition 定义来看的话呢 不超过50个员工 然后呢 你必须要是independently owned 就是自己拥有的这些事业商业 然后呢 你必须要在加州要拥有房地产 这个地产 那你看看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 大部分中小型企业 他们使用的办公室也好 厂房也好是租来的 并不是自己拥有的 第一点 第二点 所谓independently owned 这个里面有很多 很多我们中国人投资的 华人投资的这个企业里面 譬如说你有subway啊 或等等等等 这些franchise并不qualify as independently owned 它不是的 所以呢 实际上对我们 华人拥有的中小型企业 是有十分之大的这个伤害 另外一点 这个提案里面 说是对于这个农业的用地 是exempt 就是说 不会受到十武汉提案的影响 这句话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在看一下这些 我们所谓的这个devils in the details 如果你看他的这个解释的话呢 所有在这个农耕地上面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improvement 建筑物也好 这个果园也好 果树也好 成熟的果树也好 这个加工厂也好 这些酒庄什么 反正这个地面以上的东西都不被列为是exempt的这个categories 不是的 这些东西 这些地面上的建筑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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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ovement 是没有没有被exempt掉 意思就是说 13号提案如果被推翻 在商业以及工业用地推翻了以后呢 所有这些地面以上的这些这些 这些improvement 都会被列为是至少每三年或是每一年 要重新根据当时的这个这个价值来征税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 现在我们这个餐馆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如果说我们这一些 这一些我刚刚讲地面上的这些建筑物也好 加工厂也好 或是果树也好 酒庄也好 这个葡萄园也好 如果都要被课税的话 我们食物的成本 运输的成本 各方面的成本会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我们的物业税增加了 拥有这个物业的这个东主 它的经济负担重了 它就会把这个经济负担转嫁给租户身上 比方说一个mall里边 它的这个税增加了 它的这个负担增加了 它就会把这个mall里面 比如说一个餐馆就好了 餐馆的租金也就增加了 餐馆的租金增加了 直接影响的每一道菜的这个费用就贵了 那么所以我们消费者同样也会受到终端的影响 所以这个15号提案 如果通过的话 很简单讲就是拥有物业的人 将会有更重的负担 这个负担就要转嫁给最终的消费者 这个消费者很可能是中小企业 也很可能是每一个到餐馆去用餐的人 这就是15号提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可能目的要聊聊这个16号提案 16号提案现在 无论是在华人还是在其他族意当中 发生了非常大的讨论 这个讨论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美国是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 这个种族歧视的国家 要不要今天利用所谓的平权法案来平均每一个族意 他们的权益 等于是讲到权益 从法律角度 怎么看这个16号提案 它的荒唐性或者它的合理性 你说是16号提案 当然16号提案可以从它的背景开始谈起来 当然我们首先从为什么有公投案来背景调查 来开始谈起来好了 在加州法律规定的话 在两种情况之下的话 必须要用民众决定 一个是加税 另外一个的话要修宪 16号是修宪的 还有一类的话 就是说大家参众两院的话 都不愿意碰这个议题 要大家来扛这个背包就好了 其实正常的立法程序 就是我们透过民选出来的众议员参议员 以后他们各自提案 提案之后讨论通过州长签署 成为了法律 这个是正常的法律 98%以上都是这样子做的 就像当年的话 Bob Hobbes 也是Maymay Ho的先生 他是加州的参议员 他提案提了很多案 以后他提出来了 参众两院的话普通 其实他提了一个纪念中国成就的 这个中国接日 所以这些提案的话 都是通过州长签署的成为法案的 但是的话 为什么会有公投案的话 就是说有很争议性的 有修宪的 好像大麻案子 2016年 大家都不愿意碰我 我支持大麻合法化 这样大家去吧 以后另外一类的话 就是说有钱人 这个自己的话 好像Uber一样 他你通过了AB5号 我自己拿钱拿出一千万来 我推翻你的议会的提案 以后想办法用公投方式来否决议会所提出的法案 AB10号要将保时公司的行业取消掉 以后的话25号提案是要保住他的行业拿钱出来 要推翻州议会所通过的议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三方面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15号16号提案里面的话 有影响到我们华人的话 就像和会计师所讲的 最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影响到我们生意人的利益 还有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利益 在2009法案的时候 在PVS当时做民共和党做州长的时候 他就是推动了通过了2009提案 在政府在招生招标招工的时候的话 不能够歧视别人 歧视主义 不能够因为主义的因素 后来的话SCFI提出来了 他们要允许在加州招生的时候 然后的话要给小数族裔一个优惠的 当然小数族裔在定义里面的话是 minority的话是黑人跟拉丁裔 这个提案的话后来华人社区反弹 以后的话最后撤回来了没有了 后来的话Sherry Webb的话 民主党的辛迪亚哥的黑人议员 他提出来的话 他不是提出来要只是招生的部分 他要政府招工的时候招标的时候 也要倾向的给这些 Affirmation给小数族裔预留名额 所以这个提案的话 以后现在要修改加州的宪法 所以变成了16号提案 16号提案的话如果是通过 会有三方面会影响到所有的民众的 第一个就是招工 所以政府在招收工作人员的时候 他可以预留名额给小数族裔 第二个是招标政府在很多投标项目 他可以预留名额给小数族裔 这个他就是minority 当然这个minority的话在定义里边 在我们是model minority 我们还不算小数族裔 问题是在这边 所以的话我们的人数不多 但是的话在minority的定义里边的话 是拉丁一跟黑人 所以的话在招生这方面更是一样 我自己的小孩子这个成绩比别人好 但是的话在招生的时候的话 要进med school以后永远没有排上来 为什么他不是latino 也不是African American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的小孩子回来 他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东西 你叫我每天的上学 念好书做义工 也会帮助到医院里面去做义工 我再改条件我都符合了 但是的话我比同班的同学多优秀 但是我申请医学院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考虑都没有考虑 所以这次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我可以理解 所以为什么的话 很多华人觉得走上街头 要抗议 要反对16号提案 所以在我们加州 这次通过的 推动的所谓16号提案 表面上看是族裔平等 这个族裔平等是要照顾少数族裔 这让我想起很多我们华裔的民众 讲到共和党跟民主党区别的时候 很多人脱口而出 民主党照顾少数族裔 但是讲这句话的时候 很多华人的民众 把自己定位为少数族裔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这次16号公投案当中 正如邓律师所说的 他们的公投案里边 要照顾的少数族裔 并没有亚裔在里边 他这少数族裔有两个重点的对象 一个就是非洲裔 一个就是西班牙裔 那我想请教美媒 这个公投案 如果通过的话 对我们华人造成的影响 我们可以具体从哪几个角度 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可以 那个我先要讲一下 OK 我也跟很多媒体朋友们沟通过 所谓的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当年的翻译并没有翻好 它不是平权法案 它是假的 微平权法案 因为它是不是真正的平权 因为真正的平权是 你不可以以 人种肤色国籍 出生地 性别的因素 来决定 什么人是 是值得我们 这个保护的 或是给予这个 这个优惠的 OK 所以那16号提案 我称之它为是2020年排华的教育法案 OK 排华的 就跟1881年排华法案是一样的 OK 但它在教育方面呢 是要遏制我们的 我们非常努力读书 父母心情工作 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的这些群体来做针对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加州里面 在UC跟CSU 我们平均华人跟亚裔的入学率 是34% 在UC和UC Berkley的话 可能更高 可能是40 45 OK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按照人种肤色国籍的性别 来算的话呢 我们整个亚裔 包括华裔在里面 在加州的人口 15 15% 它15.3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我就拿平均入学率来讲好了 34% 一下要降到15%的话呢 我们按照平均值来讲 我们华人 所要承担的这个伤害 是超过100%以上 是不是 所以对我们的华人的学生是十分不平等的 OK 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下课以后可能要去中文课辅导学校 然后周末还要参加什么班 然后这个夏立营跟东立营等等 都是为了能够上到更好的学校 可是今天我们跟他们讲说不管你的成绩多么的优良 你多么的努力 这个折优政策 mirror-based的这个policy 是因为公共证实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今天就是以人种肤色国籍性别 出生地等等的因素来评断 什么样的孩子们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学校受教 所以对孩子们会造成很大的打击 实际上我跟一个朋友沟通过 OK 在我所谓的长春藤的这个学院里面 我们华人孩子自杀的率是非常高的 OK 那现在很多的华人的父母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进到公立的学校里面去做教 UCLA UC Berkeley UC San Diego 譬如说UC Irvine 但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了 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在以前是在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大兵里面 跟其他族裔这个抗争 可是现在这个兵收到15% 我们必须要华人跟华人的子女互相的竞争 那当他们也不能够不管多么优秀 也进不到他们想要进去的学校的话呢 这个其实自杀率可能会更高 所以对我们华人的孩子们来讲 以及父母亲来讲 是有百分之百的这个伤害力 我刚刚讲过 16号提案没有人会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靠自救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Senator Huff 我们成立一个 Parents and Students for Racial Equality No on Proposition 16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场战争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 刚才那个邓律师提到 209号提案在1996年通过的时候 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的华人跟亚裔 可是当年投票的时候 有75%的亚裔是投反对票 不让那个209号提案通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平权法案 大家认为说 我们必须要受平权法案的保护 可是各位朋友们要想想看 其实亚裔跟华裔我们是少数族裔 但不是弱势群体 他们今天保护的对象是他们认为的弱势群体 华人这么努力在各方面都这么优秀 我们怎么会被别人认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呢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反对这个16号提案是有原因的 因为对方党是这么样的强势 他们在这个加州的参众两院具有50%以上的优势已经很久了 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想要把这个 我这样讲一下OK 法案是没有办法修宪的 修宪一定要经过人民公投 OK 但是要让这个人民公投的话 他势必要有超级多数以后 可以把ACA5今年的这个法案变成这公投案 OK ACA5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以后 因为他是超级多数 所以州长可以签字 他们以前尝试都没有通过 不管是Jerry Brown州长或是这个Arnold州长都没有给他签字 因为他们当时只有50%的这个simple majority 不是超级多数 所以他这个通过以后送交给这个州长 州长说对不起 他没有办法修宪 法案不能修宪 所以今年他们强势的推出 因为今年第一点有COVID-19的这个原因 这个人民是有一些怨言的 再加上这个今年有很多这个黑人的民权运动 所以他们想要造势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推出来的时候 想要说人民的这些同情心 OK 也许今年可以强势的通过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积极的打这场战争 因为这场战争只能靠我们自己 主流的钱拿去打其他的 其他的了 Uber OK 然后这个15号提案 21号提案等等这些东西 他们的钱都花到那边去了 所以今年为什么很危险呢 因为赞成通过16号提案的对方 筹集到2000多万的资金 我们所有反对的这些16号提案的团体 我们只筹到横不拉当 OK 100万出头一点 所以今年情势非常危机 所以这个所谓的16号公团案 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平权法案 其实平权法案里面有很多种平权法案 我们说什么叫平等 有两种平等 一种平等是在起跑线上平等 比如说1950年代以前 美国存在的这个种族歧视政策 有很多事情黑人是不能做的 我们最经典的就是某些巴士上边 有些位置黑人是不能做的 那位置留给白人的 所以当时的平权运动是 美国所有的族裔必须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去争取你应有的利益 但是平权法案后来发展到一个畸形的状态 就是不是在起跑线上平等 而是结果要平等 为了要结果平等 有些人的起跑线就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起跑线在某一条线 这些人为了照顾他们在终点跟我们一样 就要把他们的起跑线往前移 这就是所谓他们说的平权法案 那么这跟50年代 黑人不能够在公共汽车上坐某些位置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华裔的子女在明怀大学里面 有些位置我们也不能坐 因为那些位置是预留给黑人 预留给墨西恶意的人 所以16号提案 现在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这就是对我们亚裔的利益 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 那些从边境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 民主党说他们要追求美国梦 我们来美国 我们来认真学习 我们通过学习拿到我们的学位 然后拿到学位之后 我们要拿到H1B 我们要拿到我们的绿卡 我们的美国梦是靠这么长年的奋斗 长年的积累才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只要跨过一个边境线 就可以追求美国梦 但是今天加州保护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不但在这里有福利 并且联邦执法人员还不能碰他们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平权法案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族裔平等 那么其实在这个公投法案当中 除了我们刚讲的1516号之外 还有一些相应的法案 也是涉及到我们的环境 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家居的安全 比如说这条第20号这个公投法案 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治安环境 那么治安环境之前我们讲了 47 57已经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了 最近这个法案当中 有很多这个公投案 都是跟治安有关系的 比如说20号公投案 25号公投案 邓丽师 这些公投案会对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加州现在可以说太多的自由派 刚才和会计师讲解释的话 民主党是占这个多数票 其实现在的话比这个情况更严重 是绝大多数票 百分之75以上 就supermajority 他们民主党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可以看得出的话 就是在过去几年里边的话 他们但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不想让回去以后对犯罪的话轻判 所以他就将这个锅甩给选民 公投的方法 47号提案 其实就是要将这些贩毒的 吸毒的人士的话放出来 他马上说维护社会治安 让他将这个监狱的牢房给这些重犯 所以我们要关这些人 要放这些出来 57号提案 2016年所通过的保障 也是一样 让他们这些人出来 以后像偷盗罪 950块钱以下的话 可以不抓 可以轻判 所以这些的话 可以造成我们加州的治安 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在旧金山的民众都知道 如果你在旧金山开车的话 你自己一年之内 车子没有被玻璃被敲破一次 基本上的话你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的话往往平均下来 一个车子 一辆车子可能的话 一年会被敲破两次 所以这个出现很多的 为什么治安那么严重 就是47号提案 57号提案的话 放了大批犯人出来 以后这些犯人出来之后 没有工作 继续吸毒 以后又回到监狱里面系统去 所以民众对这个的话 Sick and Tie 已经是觉得的话 深屋痛绝了 他们提出了20号提案 要求的话 因为你们议会要轻判他 不中罚 那我们民众自己来立法 以后要求的话 对偷盗行为 搂置偷盗行为 还是要重罪此控 还有对这些犯罪的话 要重罚 以后不能够随便假释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民众希望的话 对现实的不满 可以看得出这也是一个指向 因为过去 在过去八年 民主党的话 在议会里面 随所入围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放了大批犯罪出来 以后不断的加税 以后20号提案 就可以显示出来 以后 如果是民众认为 自己治安好的 他们可能会反对 但是反对这个提案 但是大家如果是有同感 我们应该要top on crime 要对这个犯罪 要加罚 要重罚 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会投支持 这个20号提案 但是这次还有一个提案 就是哪怕是有人犯了罪 被逮捕之后 保释金在加州 很可能也会取消了 是这样吗 对 这个保释金的话 在去年的时候 加州通过了 AB10号法案 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钱的人 你可以保释出来 以后保释出来的后审 但是如果是没有钱的人的话 只能关在监狱里面后审 所以他对很多 这个黑人的民权团体 因为大部分关的人 可能是黑人拉丁一 他们没有钱 他们关在牢里面去了 所以这种这个案子的推动的话 已经是通过 要取消保释制度 保释制度的 特别让法官来决定 会不会逃跑 会不会伤害其他人 你要么就是 法官让你出来 不用交任何钱 要么就是你关在牢里面去 因为怕你逃跑 这个法案的话 AB10号已经通过了 但是保释行业 这个业者的话 他为了维护这个行业 他提出了 花了800多万 提出这个提案 就是要求否决 加州政府所通过的提案 这个提案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民众的话感觉到 那尤其是警察部门会反对的 他说我辛辛苦苦将这个人抓到了 你法官他不让他花一分钱就让他跑掉 那我们警察不是白费劲吗 到时候他不出庭 你怎么能够保证呢 所以尤其是让法官主官意识的 我感觉到你不会出庭 我就让你出来了 以后如果你认为是外国学生 或者是不是美国公民 以后他可以扣押你 以后不让你出来 所以这个的话将保释金 比较公平的 你有钱 如果你逃跑的话 你的钱会被没收 这个是不管以后你没有钱 没问题 你可以找保释公司 以后付10% 也可以保证你出来 而是让这个法官主动的来决定 我觉得你是一个黑人 我也是黑人法官同情你 让你出来 没想到他再犯罪还不出庭 你没办法的约束 法官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不用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以后还取消保释制度 所以这两个法案里面 都是牵扯了我们自己生活品质 社会安全的 如果是民众 你可以看得出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会更大的爆炸新闻 就是青少年法庭关闭 以后还有很多刑事案件的话 不起诉 以后现在罗汉基选取里边的话 最日本的这个位置 就是检察长的位置 因为Jackie Lacey 她是用铁杆的女郎 她要重罚犯罪的 没想到旧金山的检察长来说 这些人经常犯的罪 判完之后还会出来犯罪 我们不要让他送到牢里面去 我们将他送到真行病院里面去 我们送到戒毒所里面去 我们怎么样感化他 让他们改过执行 这个旧金山的犯罪率那么高 就是很好的例子 现在他跑来南加州 要过足罗汉基检察长的位置 但是的话 他之所以得到那么多的支持 就是的话 George Sorrell这个的话 推动全美国 这个大麻合法化的 这个可以说是 股票中的鳄鱼 他拿了大批的钱出来 还有旧金山的很多高科技的人 反正罗汉基也不是我们住的地方 让他到罗汉基家 就跟我们旧金山搞得一塌糊涂 也没问题 跟旧金山也是差不多两样 就让他去吧 所以的话也是出现问题 因为民众不投票 以后的话 要选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检察长 那将来的话 我们罗汉基自然也会跟北加州一样差 好了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把每一个提案 都跟大家讨论一下 几个重点 对我们华裔影响 最大的几个提案讲了一下 那么想再请教你 如果现在正如你刚刚讲的 这个16号提案 现在通过的形式这么恶劣 很有可能在公投当中通过 我们华人还能做什么吗 可以 我们现在在做 最后的两个礼拜的这个反攻 因为我们还是有希望可以赢的 因为9月份出来两份民调 PPIC的民调显示 我们大概是47% 领先他们那个反对方是31%左右 然后后来一个礼拜 由Berkeley这个大学 也出了一个他们的民调 当然我们领先的程度 大概下降了8%左右 但是总的来讲 这个反对16号提案还是在前面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工作做完 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放弃 OK 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去做rally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各位朋友们不要放弃 OK 那为什么要做选战呢 选战不是只有对华人发话的 OK 我们是得到这个竞选的资金以后呢 是对其他的主流 其他的族裔 其他的不同的群体发放这个讯息 让他们可以了解到 不是真正的平等 给予政府 加州政府单方面的公权力 可以直接的歧视 或是给予任何一个主义优惠的政策 对我们整个群体来讲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这是我希望我们朋友们可以理解到 16号提案反对它是对我们的重要性 那刚才这个邓律师也提到 这个47号 57号提案 包括在2011年通过的AB109号 Realignment Bill 是当天的那个法案 把大批的这个大概四五万的 这个在加州监狱里面的这些犯人 所谓比较清罪的犯人 流放到我们这个地方上来 造成我们洛杉矶郡等等其他地方 很大片面积地点有流民 第二点犯罪率增加 当时我们大声疾呼47号提案 57号提案 2014跟2016年 让大家出来投票反对 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要推翻所谓的提案修宪案的话 必须要人民公投 这是为什么今年有这个提案的发生 可是要推翻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打选战 所以在其他的提案方面 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关注今年的这个提案 好 今年的大选也是我们的很多公投案 要大家投票的 所以刚刚两位已经跟我们讲了 这些公投案对我们的影响 以及我们怎么样改变对我们有威胁的公投案 但是最重要是在大选年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投票 投票才能表达你的政治声音 才会让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重视你的政治力量 好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邓理师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美美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批判时事 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来吧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